受困十七天后重见天日 经过一个多星期的治疗 男孩终于恢复健康 昨天和教练一起召开记者会会见大众 诉说洞穴逃生计 在发现水位逐渐上升后 一行人曾经想要撤退 但一切都已经太迟了 男孩们坦言 在那个黑暗的空间里 他们根本不知道到底受困了几天 看到救援人员从水中出现的那一刻 简直就是奇迹 那段日子除了恐惧 最难受的当然就是饥寒骄逼 到底他们是怎么熬过来的 最年幼的11岁男孩就傻笑着这么回应 目前男孩们的体重平均增加了三公斤 身心也已经恢复健康 记者会之后将回家团聚 但也要和家人道歉赔罪 营救行动大成功 但在行动中丧命的海豹突击队前队员 萨马恩却无法见证这一刻 男孩们在记者会上捧着素描 忠心向这位英雄道谢 希望他早日安息 热爱足球的男孩们也在镜头前 和营救他们的海豹队成员 踢起了足球 重拾他们的快乐时光